我們來看一下 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你 那原子失去電子之後 為什麼會有一個正電 這個要你用原子結構來考慮 就是我以前教的 為什麼一個正常的原子是不帶電的 一個正常原子為什麼不帶電 然後你就會知道 它為什麼失去一個電子之後 就會帶一個正電 所以請你用這個觀點來解釋 為什麼失去一個電子 會帶一個正電 請你用這個方法來告訴我 怎麼回事 OK 反過來就是我們之前教的 為什麼正常的原子是不帶電 15號有嗎 沒有15 4號 4號不在 11 1 為什麼都不在啊 3 又有人把我丟錯位置了 沒有 不是 13 為什麼這麼倒楣啊 因為 因為 你先樂透耶 3號 你這樣沒有解釋清楚啊 那為什麼失去一個就會一個正 就是為什麼正常是不帶電嘛 原因是一樣的嘛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正常不帶電 你告訴我為什麼正常不帶電 對啊 一樣多啊 沒錯 正常一樣多啊 一樣多所以不帶電啊 那現在失去一個就是負電 少一個變成正多一個啊 就帶正嘛 鈉的原子區是11 所以有11個磁子 11個電子 所以平常11正11部就 就一樣多啊 就不帶電嘛 那現在呢 失去一個變成11個鎮 只有10個部啊 就多一個鎮嘛 就多一個鎮 所以帶NA鎮嘛 OK 那這個知道以後 下個也知道啦 為什麼它會變成CA2鎮 發生什麼事情 它為什麼會變成CA2鎮 它發生什麼事 會變成CA2鎮 跟這個理由是一樣的嘛 帥哥呢 哪一聲 23 23 23 發生什麼事情 會變成CA2鎮 你說什麼 失去幾個 請坐 失去兩個嘛 失去一個變成CA2鎮嘛 那失去一個變成CA2鎮嘛 所以蓋西黨就變成CA2鎮嘛 失去兩個就表示電子少兩個嘛 所以症就多兩個嘛 就這樣解決 就是以後一樣嘛 這種簡單的問題 這種題目很簡單 就是會有人問嘛 很容易很了解的 OK嗎 OK